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业界对于PC产业的技术变革热情高涨,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正越发受到关注。 除了苹果,高通正在大举进击,辉达,AMD,三星等也先后被传出在摩群擦掌。 在行业人士看来,通用计算晶片的发展正处于一场变革之中。 其中,ARM架构晶片在PC段的应用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焦点。 而在这背后,主要在于ARM架构具有让晶片体积缩小、降低功耗、节省成本、提高效能等流逝,而且每一代在效能上都有20%至30%的增长。 不过,在即将到来的混战中,仅仅推出ARM架构的高效能、PC晶片仍不足以在市场上获得显著成功,还需要与合作伙伴共同提供高度差异化的体验,以及对渠道行销的大力支持和投资。 另外,作业系统和应用的适配优化,以及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支持等也至关重要。 回溯历史,基于ARM架构的PC晶片发展已有十年有余。 如今在苹果、高通等厂商和产业界推动下,其技术不断成熟并逐步走进PC主流视野。 在这一重要趋势下,ARM晶片在PC领域显然已并非微不足道的角色,甚至对X86阵营再次敲响了来势汹汹的警钟。 不过,最新消息传出,英特尔明年即将亮相的Lunar Lake将委托台积电量产,这将打破英特尔CPU晶片不委外生产的传统。 业界传出,台积电明年将生产英特尔Lunar Lake的CPU、GPU及高速IO晶片,并将采用N3B制程量产,预计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开始投片量产。 此前,英特尔仅GPU委托台积电代工,以Meteor Lake为例,其中的GPU即高速IO晶片是委托台积电5奈米制程量产。 这对于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算是某种程度的打脸,其上任后宣布将在4年内推进5代制程并取得一系列进展。 除了10奈米制程上线量产,英特尔第一款采用EUV设备基础的Intel 4制程,其次认为相当于台积电7奈米已在奥勒钢厂量产,采用这款制程的Meteor Lake处理器已将上市。 英特尔三制程将用在数据中心使用,代号Sierra Forest和Granet Rapids的处理器上,预计明年上半年出货。 对于英特尔发展先进制造,张忠谋曾公开说,别的公司会利用地缘的趋势,没有全球化,没有自由贸易,竞争者会利用那种优势来打败它们,台积电未来几年的挑战会比过去几年至少一样严峻,或许更为严峻。 这里他说的别的公司即指向英特尔。 与此同时,网上传出一份英特尔下下代处理器Runer Lake的爆料,包含详细的架构与技术规格,生产与制造工艺。 Meteor Lake开始,英特尔采用了分离式模块化结构,将原本完整的单颗晶片分成Compute,GPU,SoC,IO等不同模块, 可以采用不同工艺制造并组合,其中既有自己的Intel 4,也有台积电,外包代工。 明年的Aero Lake也是如此,会首次加入Intel 20A。 后年的Luner Lake还是如此,此前路线图上显示会加入Intel 18A,结合外部工艺。 此前9月底的技术创新大会上,英特尔甚至已经展示了点亮运行的Luner Lake笔电。 随着这些最新流出的讯息显示,Luner Lake MX Compute模块,也就是包含CPU核心的部分, 居然会交给台积电N3B,也就是第一代三奈米。 如果属实,这将是英特尔X86高效能核心,第一次有第三方代工。 这意味着,台积电明年将同时获得英特尔、Luner Lake的CPU、GPU及高速、LPCH晶片订单,将渴望为台积电明年N3B制成产能、增添动能。 Luner Lake的定位有些特殊,并非多平台同吃,而是单独面向低功耗行动平台专门设计的。 所以,不知道会不会叫第三代酷睿,Ultra,包括8W无风扇设计,17W至30W风扇设计。 它还是大小和混合架构,但布局与现在截然不同。 最多四个LionCode架构的大核心单独一组,有自己的二级与三级快取。 最多四个Skymount架构的小核心,另外单独一组,有自己的二级快取。 彼此通过North Fabric交叉开关连接在一起,另外还有独立的8M系统快取。 MPU 4.0 AI引擎和GPU部分都与大核心放在同一个代里边。 其中,GPU部分级为第二代XE架构,也就是和明年的BattleMage独立显示卡同源,只是功耗更低,核心数最多8个,支持实时硬体光追。 它甚至会将LPDDR5X8533规格的记忆体整合进来,封装在一起,最多两颗,容量16G或者32G, 估计比传统分离式设计可节省100至250平方毫米的封装空间,但也是去了扩展性。 此外,扩展连接方面支持四条PCIe 5.0,PCIe 4.0, 三个雷电4余,USB440GBPS,两个USB3.1的10GBPS,Wi-Fi7,蓝牙5.4。 尽管看起来很美,值得注意,苹果在300米方面已经先行一步。 根据公布的数据指标,其前发表的M3系列晶片仍堪称代表着PC晶片的效能天花板, 无论CPU还是GPU效能等方面相对前代产品都有较大提升。 而且,新款MacBook Pro和iMac成为首批采用300米晶片的终端电子装置。 行业分析称,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下滑的大背景下, 众多终端机产业链厂商都受到了影响。 其中,苹果的营收已连续三个财迹同比下滑, 因而试图通过首次将M3基础款与Pro、Macs款和Mac新品同时公布, 已在即将带来的假日期间实现复苏。 尽管其来势迅猛,但并没有被业界十分看好。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, 华尔街预计Mac在假日期的收入将略低于81亿美元, 这将比去年有所上升, 但比之前的两年同期大幅下降。 另据MacBook供应链人士表示, 客户下订单的态度非常保守, 这反映出业界对苹果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销售持谨慎态度。 相比过去几年的出货需求, 供应链人士预计, 2023年全年苹果MacBook的出货量很可能会减少20%至30%。 但也有分析称, 苹果的M3晶片和Mac新品仍将对整个依赖X86晶片架构的PC界构成挑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欢迎订阅我的欢迎。 请不吝点赞, 感谢观看